雙眼專注 緊盯螢幕 更不忘指插確認 接運司機員 擔負列車上乘客安全 現在卻被投訴 竟然能用腦波攻擊民眾 民眾就是打電話 向市民專線一九九九投訴 說自己搭車到頭前莊戰時 疑似被司機員用腦波或潛意識來攻擊 讓他感到渾身不舒服 難道接運駕駛有超能力嗎 一九九九轉達接運公司後 北街竟然還真的啟動調查 要釐清駕駛員是否真有這樣的能耐 也讓搭車民眾直呼 實在太誇張了 而這位投訴民眾甚至還說 就連像這樣在站內清潔 穿著綠色背心的清潔人員 也用相同的潛意識攻擊他 想像力變成超能力 讓網友直呼荒謬至極 但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因為投錢莊戰的出口 正好在施工 造成的風水問題 但北街基層員工最無奈的還是 公司竟然受理調查 還有相關單位提出回覆 回來了公部門的人 那因為我知道一九九九本身 你只要有報案 他就像警察局一樣要立案要處理 所以他們也是不得已 還是得這樣做 北街回應 只要市民專線一立案 他們只能照單全收 啟動調查 也是照規定辦事 只能說民眾投訴 真的無期不有 下次撥打一九九九之前 還是仔細想想 免得浪費社會資源 記得陽光負面 S&小組 新的媒體報導 祝此 ��고 騙 賣